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小新就带大家来到了亮玛河 跟我走吧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亮玛河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左手边这个河就是亮玛河 亮玛河呢 位于朝阳区的中部 在河道治理之前呀 两岸的空间呀 比较狭窄 周边几乎都是被停车场 道路和那个硬制围栏所占用 那么治理之后 咱们将两岸的空间进行打开 形成了建筑 绿地 水的无缝衔接 由原来的背向城市变为了面向城市 原来亮玛河因为空间狭窄 来这里人啊 不是很多 那么经过治理之后啊 亮玛河两岸的人啊 来的很多 有玩滑板的 有玩讲板的 有玩这个抖音直播的 还有钓鱼的 娱乐健身的 丰富多彩 这个人员气很充足 沿着冰河步道走下去 可以直达北京朝阳公园 沿途有供市民休息的公共空间 有供进行各项运动娱乐的场所 我们全线的壁道 还有我们桥下的步道连通 还有一些更小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我们沿线的一些栏杆啊 这些扶手 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 然后最舒适的一个角度 去满足市民的一些需求 是结合场地的环境 去进行空间的 场所的一些打造 同时呢 我们也尽量不去限制 设定这个场地的功能 当我们做到环河渔民的时候 其实人人都是 都能变成设计师 感觉比较慢慢吧 夜间也很美 对 你看现在这边 晚上带孩子出来玩的特别多 然后就中导连人也挺多的 然后年轻人谈恋爱也很适合 现在我就马上要体验一下夜游船 据说可以看到浪漫的繁高的星空 大家来跟我一起打卡一下 亮马河国际水岸游船线路1.8公里 游船在蓝色港湾码头 与燕沙码头间双向对开 沿途会经过10个光影打卡点 包括贝壳剧场光影演绎 闸市光影演绎 以及八个桥体光影演绎 我们现在经过的这里就是亮马河游船 非常网红的一个打卡 以及繁高的星空 一个非常美的景观 据说这里也是一个求婚的圣地 据说这个求婚的成功率有80% 刚才整个游览的过程呢 大概是45分钟的时间 这45分钟过的其实非常的丰富 有微风有美景有灯光 还有一些人文历史的渊源 是一个历史和现代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旅程 那么在北京四环以内 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处景观 能得到一个短暂的放松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有时间也一定要来这里体验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你好 是 好像我听这期间 每晚上都看到最新冠这银 我们每次听都不听 earlier 其实 broke